奶黄包是一种中式点心,由面包皮包裹奶黄线而成 它的由来有几种说法 其中一种是认为它是由普世蛋挞演变而来 另一种是认为它是由清朝时期的一种叫做奶油包的点心发展而来 无论如何,奶黄包都是一种深受欢迎的美食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种类和制作方式 奶黄包的种类主要有两大类 一种是酥皮奶黄包 另一种是发酵面包奶黄包 酥皮奶黄包的特点是外层有多层酥皮 内馅则是浓郁的奶黄 发酵面包奶黄包的特点是外层是软绵绵的面包 内馅则是较为清淡的奶黄 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口感和风味 所以两种奶黄包都有自己的拥护者 奶黄包的制作方式也有不同的方法 但基本上都需要准备好面包皮和奶黄线 面包皮可以自己和面或者买现成的 奶黄线则可以用牛奶、鸡蛋、糖、玉米粉等材料组成 将奶黄线放入面包皮中 粘合好边缘 然后放入烤箱或者蒸笼中烘烤或者蒸熟即可 制作过程需要注意控制好火候和时间 以免过熟或者不熟